孔蓉让尼 古时候有个弟弟叫孔蓉 他家里人很多 有爸爸、妈妈、还有阿爷、阿妈 和几个哥哥、姐姐 孔蓉最小的 由于他又乖又生性 对人又好又有礼貌 所以全家人都很疼他 那一年秋天 孔蓉刚刚四岁 有一天 他和哥哥、姐姐 一起在后花园玩捉泪泪 哇 这帮小孩子开心了 他们在花园里 你追我、我捉你 跑上、跑下、泪来、泪去 他们玩呀、跳呀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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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嘻 玩到一头都是寒 连的底衣都湿了 孔蓉的大哥一边解开三楼 剃着衣留意淡在上 一边又都说 嘻嘻 ہیں 真热的 现在 马上翻大风就好了 二哥又说 我觉得越大越好 三个先叮起雙眼 扁起嘴嘻嘻嘻嘻 哼 天这么热 最好有个又大又甜的你 让我一口吸下去 这样就差不多 四姐姐五姐姐一起在这里 算了 算了 没说这么多了 不如回家喝茶吧 喝茶 回家喝茶 这帮小朋友嘻嘻哈哈手拉手走了 孔蓉 孔蓉一入屋就听到妈妈叫她 原来妈妈捧着一栏梨叫她 哇 好耶 好耶 真是有梨吃 这帮小朋友开心得又跳又笑 又拍手掌 特别是孔蓉 他平时最喜欢吃梨 他高兴到新条梨仔出来 舔下舔下的嘴唇仔 流小口水 但是 个个小孩都好乖 虽然个个都好想吃你 但是没有一个争取去抢你 孔蓉 孔蓉啊 你来分离啦 一人分一个 妈妈将分离的任务交给孔蓉 他想看看孔蓉是怎样分发的 孔蓉拿着拦你 左看右看 他先选最大的给爷爷阿玛 再给爸爸妈妈 然后 大哥 二哥 三哥 一个个轮着来分 最后 留个最小最小的给自己 爸爸就问他了 孔蓉啊 你不是很喜欢吃梨 为什么每次你都选个最小的来吃呢 孔蓉一边用手搓搓搓搓搓搓 一边说 哦 爸爸妈妈 妈妈 我的家里有这么多人 最小的是我 我应该吃个小的 你们平时 个个都是把好吃的东西 让给爷爷阿玛的 我学你们的嘛 小朋友 古书上有句话说到 容死衰能让利 说的就是这个故事了 让我让你来转机 法治涨